大家好,本期我们分享的是,环玄从称帝到生死不到半年,这期间他做了什么? 环玄所谓的称帝从头到脚都是个闹剧,原兴元年二月,环玄以讨伐司马元显为由,起兵顺流东下,不久便进入建康,执掌朝政。 三年两个月后环玄被杀,如果从环温接受晋安帝善位开始计算,那么这个皇帝他一共只当了六个月,期间还有三个月处于逃亡状态。 这么短的时间记忆覆灭,环玄这处改朝换代的闹剧可谓是彻头彻尾的失败,而任何一个失败的背后都会藏有多种原因。 本期我们就从其中一个侧面来聊导致环玄迅速失败的因素之一,丧尸护信。 请注意,丧尸护信只是导致失败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,不是全部,事情得从环玄起兵的时候说起。 自西安淡出朝廷以来,东晋的政治生态只能用乌烟瘴气来形容朝堂之上,大臣们鼠目寸光,各级官吏赢赢狗狗,不过才几年时间,朝政已经大乱。 同时,朝廷听认地方矛盾不断激化,甚至就连朝廷和地方之间也是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。 如此几番之后,朝廷斯文彻底沦丧,地方大员越来越看不起朝廷。 在这种情势下,环玄的起兵,不过只是这种乱局的延续而已,在起兵之前,环玄其实也颇有一番犹豫,原因无他,就是害怕失败。 毕竟以地方抗衡中央,成功了固然能够执掌权柄,但失败了,很可能就永难翻身了。 此时早已不是东晋初年,当年斗争还有下线,而如今时宜是异。 就在环玄之前,王公因为起兵反对朝廷失败而被杀,朝廷丝毫都没有顾及,他出身于太原王室的身份。 不过,环玄最终还是在巨大的利诱和亲信的鼓动之下走上了这条路,而且他很快就发现,一切都顺利的一呼寻常,几乎不费刀兵就进入了剑康。 其中的关键在于刘劳之,明镇天下的北斧兵在创始者谢玄死后,一直由刘劳之牢牢掌控。 司马元显之前,曾准备以这支兵力抗衡环玄,但这支禁旅最后却根本没有参战。 战场之上,刘劳之被环玄给侧反了,环玄几乎没给刘劳之开什么条件,只是做了一番厉害分析,你刘劳之在司马元显那里并不受看重,反倒颇被猜忌,如果此战再击败环玄,那么司马元显接下来第一个要出去的人就是你刘劳之。 这番话打动了刘劳之,他头也不回的,就跟着环玄走了。 失去了刘劳之和北斧兵的司马元显,再没能力和环玄对抗,此后环玄进入健康的过程,几乎兵不血刃。 但是到环玄控制朝政以后,论功行赏的行列之中,却没有刘劳之的身影。 刘劳之也不是没有得到任命,只不过那远远不是自己期望中的加码,他被任命为会计太守,明面上这是地方官的人命,但实际上却剥夺了他的军权。 刘劳之叫苦不迭,但贼船上去容易下来难,他既然之前已经抛弃了司马元显,那么这个咎由自取的苦果,也只能自己或泪吞下。 不久之后,刘劳之自杀,结束了这摇摆而痛苦的一生,这是环玄喜闻乐见的局面。 在刘劳之死后不久,他便派亲信接管了北斧兵的住口、金口,并逐渐将北斧兵的将领调离,之后又找借口杀掉了多位旧将。 自认为隐患已经消除后,环玄篡位的步子突然迈开,不过才几个月之间,他就走完了曹操当年走了十几年的路,任丞相封楚王,直至最终逼近安帝善位而称帝国号为楚。 这一次环玄又走得很顺利,依然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,他的胆子于是愈发大起来,开始了进一步,铲除一己势力。 这一次,他盯上了一周刺史茅渠,环玄派出使者征召茅渠入朝,认算即尝试做将军。 有刘劳之的先例在前,这简直就是明晃晃的在告诉茅渠,快来呀,我已经准备杀你了。 至此,茅渠拒不接受环玄的诏令,起兵反抗环玄。 不久以后,刘宇也在京口举起了反抗的大旗,并最终击败环玄。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,茅渠的反抗并不是环玄败王的直接原因,他虽然也起兵反对环玄,但在环玄败王的过程中,作用却并不见得大。 是随之而起的刘宇的起兵,才真正敲响了环玄覆灭的丧钟。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单独把茅渠的事摘出来说呢? 是因为从茅渠的反抗,我们可以窥见环玄覆灭的必然。 对茅渠的调动是环玄出于实力占优的考虑,他想尽量的消除可能存在的威胁,但结果却是激化了矛盾,爆发了威胁。 环玄其实没有想清楚一个道理,在脆弱平衡的生态中, 建立互信远比实力占优要更为重要。 也就是说,如果彼此之间缺乏信任,甚至可能开启战争, 那么这时候,建立互信就远比增强实力要更能消弭争端。 增强实力表面上看上去能让自己更为安全,但实际上却很有可能加速冲突的爆发。 这看上去似乎只是一个浅显直白的道理, 但事实上,不论是在人与人的争吵中,还是在国与国的相处中,绝大多数情况下,人们都是反向而行的。 比如你和你的配偶争吵,彼此都知道最终的目的应该是化解分歧,而不是任由矛盾扩大,踏到离婚的地步。 但是现实中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? 诸位不妨回想一下自己吵架的内容,几乎都是在竭力找对方的缺点,追求的都是建立自己的优势,显示自己的正确,证明对方的错误。 到最后结果只能是分歧越来越深,嗓门越来越高,矛盾越来越多。 国与国之间也是一样的道理,最明显的例子是冷战,美苏双方均感受到了来自对方的威胁,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,手段是加强军事实力,但结果却是军备竞赛,而一旦走上军备竞赛的路,就再也下不来了。 回到环玄的失败中也是一样的逻辑,环玄称帝本就颇为勉强,他并没有能力真正达到曹操或者司马氏当年转移国座的权势与影响,而即便是司马氏,在当年对朝廷有绝对控制的情况下,也是经历了淮南三畔的,而环玄呢? 他并没有当年司马昭的能力,却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,迫不及待的想要消除可能存在的军事威胁,结果只能是激化这种威胁,刘劳之自杀,背负兵就将被杀,这已经让非环玄亲信势力感到了巨大的生存威胁,这种时候在征兆毛渠入朝,无异于就是在告诉毛渠,我已经准备好,对你开刀了。 这次,毛渠可行的选择其实已经很少,入朝必然是死,反抗却不一定,也许还能活下来,而当毛渠一动,刘玉也看到了机会,本就摇摇晃晃的脆弱平衡,此刻终于轰然倒塌,此后就是真刀真枪的干,大家各凭本事说话了,而如果环玄当时换一种做法会怎样呢? 不难想见,如果他任由毛渠在蜀中围观,释放出信任的善意,那么毛渠的选择就在两可之间,反抗可能会失败,和平共处反倒是相安无事。 那么自然该选那条更简单的路,而当环玄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,征兆毛渠入朝,其实就是断了毛渠那条安全的路,在一个脆弱平衡的局势中增强互信,本质上就是给双方留一条更加安全的路。 美苏争霸,只要能不打仗,其实都不愿意打,双方正是抱着这个目的才能在美美剑拔弩张之时,便坐下来谈条件,给对方留一条安全的路,如此,自然能减轻矛盾冲突。 用更通俗的话来表达就是,不要把别人的路给堵死,一旦堵死了,那就只能是软的怕硬的,硬的怕狠的,狠的怕不要命的了,舍得一身寡,敢把皇帝拉下马。 在一个脆弱的平衡中,如果双方都还要想维持相对稳定的局面,那么增强互信就是唯一的选择。 很少有规律能像数学定律一样,放出四海而皆准,尤其是涉及人性的,更是如此。 总会有各种例外冒出来,比如刘玉至于环玄,我们在前面分析的是,如果环玄对毛渠是以善意,那么可能毛渠就会放弃反抗的念头。 但这种办法对刘玉扬开就没有什么效果了,环玄并不是没有对刘玉释放过足够的善意,但最终还是没能打动刘玉,环玄一度想重用刘玉,但是刘玉还是走到了他的对立面一样的逻辑。 前面我们举了冷战的例子,想必有朋友会用二战出奇的绥靖政策来举反例,英法倒是对德国释放善意了,但结果换来什么? 可即便如此,对抗双方建立互信,依然是相处的不二法门,只不过在具体的实践中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。 关键主要看你面对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手,如果是像毛曲一样的,并不追求和环玄在权力之巅以决胜负,那么释放善意建立互信就足以平息矛盾。 但如果是像刘玉一样,有想法有野心有能力的,那就要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考虑了,即使双方都知道,最终将要走向对抗。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,增强彼此之间的互信也是有益的,此时互信的目的不是为了化解矛盾,而是为了延缓矛盾。 而延缓的目的又在于给自己争取时间,这种增强互信不是随劲,争取来的时间也不是用来浪费的,而是要等待有利于自己发挥优势的机会出现,为自己赢得最终的胜利,积攒实力。 我们彼时都在表面上维持着心找不宣的和平,暗地里则加紧准备,就等着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狠狠捅上一刀,看谁先捅到谁。 在这个角度看过去,环玄算是把事情给彻底弄反了,他对刘豫释放了充分的善意,却在毛渠那里下了一步臭气,结果就是让刘豫找到了绝佳的机会,几乎上来一刀,就捅死了环玄。 这就怪不得别人了,我们不妨再举回两个人的例子,如果对方真的想跟你say goodbye,那么你释放再大的善意也没用,可这种举动因此就没用了吗? 当然不是,它能让婚姻破裂的时间来得更晚一些,而在此期间,你想好有什么办法来转移财产了吗? 好吗? 好吗? 好吗?